大家好,这里是新市讲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再一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 根据中国国内的很多媒体的一个转载 核心社是报道了此事 31日,俄罗斯联邦上院是通过了二读 对于总统的任期进行了又一次的修改 按照新的规定,普京的任期结束之后还能再连任两件 目前俄罗斯总统的任期是六年一届,两届就是十二年 那么普京的任期将会在二四年结束 这就意味着他至少能够干到三六年 将来会不会继续修宪连任,这个不好讲 如果我猜,如果普京的身体允许的话 他是愿意终身为俄罗斯人民服务的 其实俄罗斯这个国家,加上前苏联吧 算上前苏联,对于我来说都是比较反感的一个国家 总感觉这个国家就是表面看上去很强大 但是牛皮是大过十计 如果你对这个战争史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你就会去发现 苏联加上现在的俄罗斯 在近代的战争史上是没有打过几个胜仗 作为一个曾经的世界二号强国,这是非常丢人的 日俄战争是输给了日本 那么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入侵芬兰 结果被芬兰人士教训了一顿 最后是以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代价 换取了一场这个惨胜 所谓惨胜如败 那么二战中期,德国入侵苏联 如果不是英美在背后支持苏联 尤其是美国给苏联大量的物资援助的话 那么希特勒早就把斯大林给灭了 二战结束之后 二战结束之后 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被全世界制裁 抵制了80年的这个莫斯科奥运会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又相继和格鲁吉亚以及车臣打过几次 最后的结果也不怎么样 那么如果说俄罗斯在这种 加上前苏联算上全苏联的话 占便宜占的最多的 可能就是占了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吧 也就是欺负一下中国 他们还是比较厉害的 普京这个人 他本身自己也很能吹牛啊 有一句他的一句名言 就是给我二十年 我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那么二十年是早就过去了 俄罗斯别说强大了 现在是衰弱的一批 尤其是在这个经济上 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不说 甚至是目前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走上富强的这个道路啊 关键还是在于国民的这个 觉醒程度以及民主意识 如果你的觉醒程度越高呢 那么你离富强的这个距离就越近 还是拿这个前苏联做一个例证啊 前苏联大概好像是有 十五个加盟共和国 在解体之后呢 波罗的海的三国 就是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 是率先的是实现了这个民主进程 那不久之后呢 就加入了欧盟 要知道加入欧盟啊 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不是那么容易的 土耳其1987年就申请加入欧盟 那么你要加入欧盟呢 欧盟是有一些硬性指标 你必须要达到的 大概是有三十项 那么三十多年过去了 土耳其只完成了一项 那么如果就是按照土耳其的 目前这个进度 它要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还得需要一千年左右的时间 其实像这样的例子 还有这个前南斯拉夫的 两个加盟共和国 一个是克罗地亚 一个是斯诺文尼亚 目前这两个国家 也是名声很富足啊 民主进程也非常的 民主的制度也非常的好 那么自诩为 这个战斗民族的 这个前苏联的核心成员国 俄罗斯来讲 最终就是若干年后 又回到了那个 前苏联的那个时代 人民生活水平是相当的糟糕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战斗民族 对于普京这样赤裸裸的 这种窃国行为 能够容忍得了 还不如现在的缅甸 为了这个民主 为了自己的自由 为了富强而努力抗争 普京的这一次修宪 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对习主席本人来说 是起到了一个 武武和示范的作用 既然普京2000年上台 能干到36年 那作为12年才上台的习主席 为什么就不能终身 为中国人民服务呢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东亚籍远东地区的 一个地质联盟 就正式形成了 北有俄罗斯普京大帝 那么东有这个白头山 金氏王朝 西还有这个一尊庆丰帝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啊 都21世纪第三个世代了 居然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 有点哭笑不得 目前英国这个白天是越来越长 现在都是晚上的七点钟了 但是外面还是非常的亮 那么就这样吧 这一期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